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片头琐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如何把一张普通色调的古风照片变成一个粉色色调的古风照片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照片变得鲜一点 好看一点 有一镜一点 都要给它改变一下颜色 本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把我们环境中普通的绿色改变成一个比较鲜的粉色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期内容非常简单 希望大家一看就会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看完视频之后一定要长按点赞键 这样的话B站就会给你送一份大礼的 好的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将圆图导入PS中 圆图是张肉过式的照片 点进去之后这个面板是开幕肉 PS3版本都有的 请您不要问我这是什么面板了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微调 这部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我在这里稍微动了一下几个数值 首先把它高光降一下 然后把它阴影拉一下 然后把它对比度稍微提起来一点点 别的基本不运动 然后点击打开图片 到PS之后 我们要给图片做一个微调 然后观察一下图片 发现这个图片中能观察到这个前面横着的数值 真的是太丑了 要不是我自己拍的 让我修这张图的话 我肯定要去打这个摄影师 可是这是我自己拍的 所以我含着了把这个数值修了 真的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好的 接下来你将欣赏的是PS学学之一 仿制图章 修补工具 图层叠加的综合之数 一点都不难 为了让大家集中注意力 认真观看我的修图 我给大家配了一首轻柔的音乐 接一顿情欲缘 我们说不懂的语言 争吵会不会少一点 剩两个纹裂桶 中两颗白日红 有些人间太匆匆 你呀能不能红一红 真三万小米酒 忘算是恩怨愁 随便你牵谁的手 只要你活得更长久 等四颗公民绑 开四肩碰来装 我远全路数尽管 这样你恨我恨就永不忘 好的 我们经历了简短的几分钟 就把这个数值给干掉了 我就说嘛 一点都不难 本期视频之后大家回复 一点都不难可以得到本章原图 大家可以练一下 因为图层太多了 我把这几个图层做了一个合并 接着我们按Ctrl勾 复制出来一个图层 进行我们接下来的调色工作 给最上面这个图层做一个反向 快捷键Ctrli 也可以在图像调整里面找 然后把这个图层的图层混合模式改成一个颜色模式 接着点一下我所点的这个小图标 找到通道混合器 在这里我们把在这里我们把红色通道中的红色一板降成零 然后给它加蓝色 加到一板 然后把蓝色通道中 蓝色降到零 把红色加一板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粉色底的照片了 因为我们是整对整个图片的调整 人的皮肤也变色了 把这两个图层打个包 然后加一个蒙板 把它脸的部分 皮肤的部分给擦出来 在白色蒙板上用黑色画笔把脸部擦出来 这部没什么难度 所以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加速了 到这一步之后 大体的工作就完成了 这个整体的感觉也做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些微调 就是一些细节的调整了 现在这个粉色显得有点土 有点不好看 所以我想把它的颜色变得更加鲜一点点 更加好看一点 因此我在这里用可选颜色工具 对它粉色加深一下 在红色这里把它的青色剪去 就是加红色 然后在阳红这里呢 也是给它加点点红色 加点点阳红 大家得到圆图练习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一下 调到一个你觉得最好看的粉色就可以了 这个是对画面光影的一个调整 我们需要把它面部还有环境一些光影给改变一下 让它该亮的地方亮起来 该暗的地方暗一下去 这样的话照片的空间感层次感才会被做出来 我在这里建议了两条曲线 一条亮曲线 一条暗曲线 分别给它反向了 在面部这里 我们用亮曲线 给它把面部给提亮了 这样的话人物才会显得更加鲜更加的唯美 而在周边环境这里 一些过曝的地方 或者是层次不够丰富的地方 用暗曲线给它刷一下 以此类推 把整张图都给过一下 调完之后 有没有感觉整个照片的话鲜了很多 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要对整体的画面颜色做一个调整 整体画面颜色做调整的话 或者是在开末肉中 或者是在色彩平衡中做一个分离的调整 或者是曲线也可以 我在这里用色彩平衡 给它的高光加了一点点青色 我想让整体画面还是偏缝缝的感觉 因此给中间调偏了一点点阳红 阴影基本没动过 你以为此时就完事了吗 当然还没有完 我在这里拉了一条曲线 给它做一个小的对比 拉了一个小的封段曲线 让它照片有点灰灰的 这样的话照片有点鲜 但是还有对比度 后面的这些微调呢 都是试感觉的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 最终你会做出来一个 也许好看也许很不好看的照片 这时候就可以了 大观告成 调色调管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对画面整体氛围做一个调整 我在这里给画面加了一点点烟雾素材 还有花败的素材 给画面增加更多的趣味性 也给画面增加更多的感觉 加素材的话 大家已经听了无数回了 就是直接把素材拖进去 然后用绿色模式把它的黑色给过滤了 新界蒙版用画笔一擦就OK了 这个素材我给大家也都送了 今天我再送一次大家回复什么呢 大家回复一点都不难 我给大家送出原图 还有练习素材 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把素材加上的时候不要加的过多了 如果过多了的话要适当的擦一下 还有素材的位置非常重要 加的有点问题的话还不如不加 因此大家加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它放进去 到这一步的话基本就结束了 但是我常有个习惯是 在这里盖印图片会进到Camero中 对整体的画面进行一个最后综合的调整 这步可做可不做根据自己的习惯来 最后我加了自己的水印 因为我这个水印是一个有点鼓风的效果 所以加上去比较和谐 大家觉得这张图片现在修完了吗 可以思考一下 思考三秒钟 答案当然是没有 这张照片因为原图的模特比较瘦 他的脸型比较好看 所以我就没给他液化 我们通常情况下修完图的时候 最后都要给照片液化一下的 但是液化咱们尽量放到最后面 因为你如果是前面液化了的话 这些修图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因此没有办法回到最前面了 咱们把液化的话尽量放到最后面 液化 因为你在这里可以保存一张照片 在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保存一份 然后再做一份液化的 如果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模特 或者是你的乌客要有调整的地方的话 因为你保存了两份 所以可以轻松的调出他想要的感觉了 好的最后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我的第四期私教班已经开始招生了 历史最低价 如果想系统提升偏似 或者是想系统学习的同学 抓紧报名了 历史最低价 报名就是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